美西华人学会8日在阿尔蒙地市举行记者会 表示台湾媒体人彭文正教授将于本月16日飞抵洛杉矶 就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贾博士的话题 举办一场论文门与司法改革的专题演讲 美西华人学会理事长李世平在会上表示 美西华人学会只探讨学术、真理和诚信问题 没有政治立场、没有蓝绿之分 邀请台湾媒体人彭文正教授来洛杉矶 就蔡英文博士论文的真伟做一场专题演讲 是针对她个人的诚信问题 当总统是不是博士并不重要 但是诚信是非常重要 如果博士论文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来完成 这是对学术的玷污 尤其是蔡英文利用公权力对彭文正进行起诉 企图利用司法的高压来阻止彭文正对其论文本的调查 这是对台湾民主和司法的践踏 洛杉矶徐永泰博士于2019年 亲自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就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 结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 伦敦大学图书馆和正经学院图书馆 这三个被要求存档博士论文的场馆 发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反而是在正经学院下属的一个妇女图书馆 找到了蔡英文的论文 让徐永泰一斗重生的 不仅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放错了地方 更是因为 一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电脑排版 这种排版只出现在1987年以后的博士论文 而1984年博士毕业的蔡英文 怎么可能有电脑排版的论文 二 2019年以后 正经学院才有电子版博士论文 之前都是手写或者照片档 那么1984年 蔡英文又怎么可能拿出电子版论文呢 三 正常的博士论文都会有结论 而蔡英文的论文却没有结论 一看就是七拼八凑的大杂烩 庞文正之前在多个电视访谈中披露 一 蔡英文的论文既有传真制又有复印制 一看就不是同一时间一次完成的论文 而是不同时期的拼凑 二 当年正经学院的博士论文都是单面印刷 而蔡英文的论文却出现了双面印刷 完全不符合那个年代博士论文的印刷格式 三 所有正经学院毕业的博士 都被要求提交三份博士论文 给上述三个图书馆存档 蔡英文却说论文丢了 怎么可能三个图书馆同时都丢了呢 会长徐和生介绍说 彭文正将于本月16日下午2点到5点 在蒙特利公园市的万豪酒店 举行论文门与司法改革的演讲 届时欢迎南加州关心论文门的华人朋友们 前往聆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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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od 好 浏